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晨 你之前出过国读书了 我也出过国读书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带Bateek出国的 不会 怎么呢 国服 我都会带的 因为我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学生 有些什么function的时候 穿这国服代表自己的国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永远对我来讲 穿Bateek的 就应该只有Dato而已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Dato的level 所以我就不太敢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周刊 就是想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其实它可以很时尚 可以是很符合我们年轻人 想要的这个形式来呈现的 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尽随 身为大马人对Bateek一词当然不陌生 但事实上你对Bateek的了解有多少 在这繁华都市里 就有个蜡染艺术家 开设了一处小角落 试着让您重新发现Bateek的美 同时兼具探咖啡 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让您享受隐喻喧嚣中的宁静 陈美霞在Bateek界 他的名字享富盛名 国内外都能看见他推动Bateek文化的踪迹 八年前投入Bateek界后 他亲信人生就再也离不开Bateek 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还是很重要的那个一部分 就是很多人问我 你天天都来都是做这个你不会闷的吗 其实我觉得人生中可以想 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一种幸福来的 陈美霞投其所爱 经营买Bateek 一处拥有Bateek工作房 隐查小角落 画廊和陈列式的 一站式Bateek生活艺术馆 让艺术走入生活 这个园区里面对于 我们除了有一个画廊 我们除了有一个裁缝店 除此之外 我们比较热门的应该是这个工作坊 就是这个工作坊 就是一个Bateek的workshop 不认识Bateek的时候 对于首先你一定要接触 就是怎么去上色 怎么去图 那你才会了解 原来艺术工作者是这么辛苦的 就是每一 每一个颜色每一笔都是 这样子上颜色都是手工的 Bateek布有各式各样 吸引人的设计及颜色 在布上染上色彩鲜明的花纹 或几何图案 设计别致及具特色 造过程有几个步骤 出斜则基本上就是 这是一块白布来的棉布 那这是一支笔 这个是一个草图 那我们就把草图放在下面 把这个棉放在上面 你拿着 就这样对住这里 就把它这样子先把它 把它画个整个出来 对对对对 就是只要就是 沿着它的线这样 对对对对 在布面上用铅笔描绘出草稿后 接着轮到手绘腊染 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用滚烫烫的腊打底 当你要拿的时候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子拿 这样子拿 这样子就是要被滴下 那你这样子它就会滴下来 是 OK 你就跟住刚才 太多了 没有 你多是因为它热 OK 等你就这样子跟出去 OK 你又再跟住它去 对了对了对了 跟住它去 跟住那个风 对了 OK 你再跟住它那个泡泡那个 对 那个云朵 对了对了 对了 没有对错的 只能说外行人看热闹 看似能够轻易地完成 上蜡打底的动作 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 蜡蜡里面对对 好像泰国也好 印尼的还有马来西亚的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用蜡做成的 它叫蜡蜡 因为它上了蜡 之后再蜡蜡色 所以叫蜡蜡 对 这个颜料是什么颜料 这个是一些仿制的染料来的 对 对 就是你看 都是我们是这样子 就是让它参到 染色完毕 就可等待巴底布亮干 接着定色 再将布料煮沸 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巴底作品 就完成咯 我们觉得唯一想要让大家 可以体验到的就是 这个制作过程 跟那一片布的那个心血 是我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让大家肯定我们 肯定这个马来西亚的巴底 原来是这么漂亮的 让艺术走入生活 其实不难 在卖巴底 或许我们可以从 体验巴底的过程中 重新发现马来西亚等美 也挖掘出新的生活方式 美其 没有想到你这么有艺术气息 有名师教导嘛 对不对 对啊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有艺术气质 是啊 我是很想去体验一下 但是听说 要去学下这个画这个巴底 也是要交一定的费用 真的吗 对 你以为 所以这次就要谢谢 我们这个单位 跟我们一起合作啦 好 那看过了这个国家精髓之后呢 我们下来要看一下 这个礼拜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活动 一部电影的开进仪式 上演了 对 那说的呢 那说的呢就是本地音乐的著名的这个音乐人 汤小康 是 指导的爱存在 本地著名创作歌手 本地著名创作歌手 湯小康 这回不玩音乐 玩电影 自导自演一部以父爱为题材的电影 取名爱存在 是要跟团队有一定的一个共识这样 对 所以 我觉得我 我添了很多麻烦给他们 至于演员阵容 女主角由新晋演员江倩林担任 其余演员有韩依庭 谢丽萍 韦志华等等 诶 怎么少了个男主角啊 卖了一大个官子之后 男主角终于在开进仪式上亮相了 登登登登 原来 找来两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廖启志 丹钢戏中有智商问题的父亲 而且是演一部以中文为主的电影 行不行啊 我每天说的方法也不一样 跟谁说就跟他说的方法一样 在香港演跟马来西亚演的又不一样的 弱智强度不一样 对 所以你这次演的这个 我在香港演的是很热智的 对 这个不是 马来西亚有机会的也不热智 那真要明年双亲节看过才知道 很期待这一部电影 在明年的父母亲节上映吧 是的 然后找来这个廖启志来演弱智 很期待 他是实力派的演员 是 然后这部电影呢本来听说我有分演的 结果呢 怎么你还站在这儿 不是应该去那个开金仪式的吗 因为档机很难敲啊 就是因为要为大家呈现这个城市周看啊 来的 我完全不想理我就对 不理你了 我要讲好书推荐 来 一起来看看这个本周的排行榜 看过了我们本周的这个排行榜 我们现在就要来推荐一下我们主持人的书房 那我先说吧 那我喜欢的呢就是这本叫做书店时光 那她的作家呢就是清水林奈河大圆 是日本人喔 那在这本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上面写的是日文 日文 它的名字其实叫做 谢谢子佳 谢谢子佳 看人生都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那这本书很奇特 她呢 不是她跟你说书店时光 就是顾米欣就跟你介绍书店 而且是不同国家的书店 那有些是很特别的 你以为说进到书店就是买文具买书店就走了 不是她介绍的书店都是很特别的书店 她有卖艺术的书店 她有卖古书的书店 所以 都是一些主题式的书店 对 它里面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 如果你住的地方附近有一间好的书店 那就代表说 幸运的你手里正握着人生更丰富的滋味 那你看到这几页就可以想象到这本书店时光里面 介绍书店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不只是它的装潢 其实一个书店的经营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书店的 什么亚马逊 那么流行的时候 其实你到真正的书店去买书 那个滋味还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很忙碌对不对 因为我很有幸的有去过里面一家书店 我刚才有翻到 但我现在找不到它 就是我去过佛罗伦斯的那一家古店 就是它卖的书 其实我可能看不太懂 因为都是意大利文 但是我觉得那个气息 是完全让你可以感受到 那种真正的古罗马时代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本书如果是真的喜欢去书店 而且喜欢旅游的朋友 真的要好好地看一下 因为旅行的话 你也可以到各地不同的书店去看一看 看着这个书店是怎么样的书 就是要说该国的人民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素养了 好了 那看完这一本呢 其实图比较多的书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本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 我相信马来西亚人对他来说 应该相当陌生 叫四一 放四的四 一二三四的一 笔名吗 对 他叫四一 然后原名不懂 四一呢 这一位他其实是那个 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些 网站上面的专栏作家 然后他是一个专写爱情的这个作家 因为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呢在他的世界里面呢 就是只有深深跟浅浅的灰色 然后没有绝对的黑跟白 然后意思就是说 就在灰色之间游走 对 他说当你面对不同的爱情的冲击 然后你人生历练越来越多 你经历着爱情 那个风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你就是深深浅浅 深深深浅这样的灰色 你真是好像很悬 会不会看到不太明白啊 尤其是那些在爱情方面 不是那么有经历的人 说得好 其实呢他就是这一本书呢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以前写的都是一些比较灰的爱情 觉得他会告诉大家 这个爱情的心里面常常受伤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这样我会不会以后不敢爱呢 所以结果这一本书呢 他就全力地给大家很多爱的勇气 因为他在每一章节当中呢 其实都用了一些相当有激励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像其中有一句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 他说这本书名叫什么 叫想念却不想见的人 那其实呢 他所说的意思是 你想念的是那份爱 不是那个人 那我相信这样的话 在书里面还有很多 那有新兴的朋友可以去买来看 那接下来 爱情工具书哦 对 要买书 当然就要有这个书券嘛 对不对 所以上个星期呢 我们的优胜者的名单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一下 谁是那个新允儿 是第一 恭喜他哥 恭喜啦 然后你看到我们呢 都是只是打出那个电话号码 没有名字的原因是 我们要保持神秘 所以各位 你中奖了 到底是不是你呢 等我们今天这个工作人员 再跟你联络就对了 好 那进入这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同样的 待我们问了问题过后 你把这个答案 根据这个方式 也就是OZ8 空一格 答案 空一格 身份证名字 传送到33399 然后这个 这一期呢 会送出十份 价值100令吉的大众书券 给最快答对的十位观众 是 到底这个礼拜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快答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好容易 这个问题 《城市周刊》的两位主持人 姓名是什么呢 是啊 很容易 不容易吗 容易是容易 但是要写对的人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名字 是 因为我们两个的名字 都有一些巧妙在当中 对 大家可以给一点 请上网搜寻 对 节目尾端就会出现了 对 节目尾端的 就会出现了 好 我再重复一次 OGA答案 空一格 身份证姓名 33399就可以了 好了 那送完这个书圈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介绍 这个礼拜马上 一部已经上演了 还没有 即将要上演的 一部已经上演了 《Superman of Steel》 这个超人钢铁之躯 那这部电影呢 会在下个星期六月十三号的时候 在我国上演 那说起这部电影 《Superman of Steel》 应该是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在这一次 我看他的文章 很不一样 我知道你最关心的 应该是那件事情 他的超人标志 那个红色内裤不见了 他的红色内裤不见了 是丽丽最关心的 没有吗 那个是标志吗 每次一讲笑话说 你知道吗 谁会把内裤外穿的 一定就是超人了 对不对 我其实自己比较期待的 因为他这一次的导演 就是打造了蝙蝠侠的 那个系列的导演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去新院看一下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城市周看 那你下个星期星期天 九点到十点 同一时间再见咯 好 好 好 你自己是你的生命 你是你的人 你答應是我們獨自的 在世界上 我可以繼續 我只是想說 你不是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生命 你找到一個人 他在一生命 遇到他的跡 他在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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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給人的 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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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